不是我有自信 我的東西有拿出來 我是有本書 不然今天我也不會說今天又出來做這件 K董張國偉口中 以以為傲的新宇航空 將在十月二十五號掛牌上市 公開收購短短三天 就收到超過一百七十二萬筆申請 創下史上最高紀錄 也是今年唯一破百萬筆上市申購案 重錢率只有百分之二點三二 他的營收是一直在成長的 那第二個就是他的董事長的人格 個人的人格魅力 這個是一個很有加分效果的一個題材 價格只有二十塊 然後他又有盈餘的這個個股來講的話 其實是不容易 我們是由此以來第一家下市公司 沒有經過法院通程 沒有做任何事情 帶他重新努力 挺過歷經下市危機 蝗蟲人帶領立即店捲土重來 二零二一年吸引一百零五萬筆申購 核泰旗下融資公司核潤約九十三萬筆 達方電子小經濟 永業科技近五十二萬筆 長榮鋼則有近四十四萬筆 民眾瘋搶申購賺紅包錢 也想搶早鳥機票省錢 就有網友發文說 買兩大一小大板來回機票後 卻看到出現大降價 總票價差了快九千元 引來其他人回應 說他買民股屋也差了一千五 早買早享壽 玩買想折扣 不過也有人安慰 玩買反而沒得挑座位 一年當中最大的就是秋季 ITF旅展 那所以這個時候 各個航空公司都會把最好的折扣 留在這個時候 那要不然就是可能 暑假前啦 或是說這個十一月的時候 或者是這個二月 專家點出機票大促銷的時間點 不過每家航空公司 票價都是浮動的 買了就別再回頭看票價 才不會壞了 初有心情 三億新聞 張宏泉立廷台北報導